昨天的夜里初心知道,那您是拋卸外貌,我不看,那我们的汉味哈,刚才和您刚三秒已经讨论过了,凤姐和芙蓉内涵属高属低,您不知道我想产下的观众应该很清楚了吧,再请问您了,您说,呃,您说芙蓉姐姐本质,您说芙蓉姐姐,您说芙蓉姐,您说芙蓉姐啊,是小脚育人,那我请问您了,芙蓉姐可以撒娇吗?芙蓉姐撒娇怎么样?你去死吧! 哎,对方没有,说到大家很好,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芙蓉姐是形容怎么样自己撒娇?芙蓉姐自己说啊,她的知名杀品是杀娇,撒娇怎么撒娇呢?如一只小猪一般,一米六六,八十公斤的小猪,再接着对方变有三倍的这个怀疑撒娇,我真的很怀疑您能扛得下来吗?另外咱们还是要说,咱们今天讨论是这个结婚的问题,那么结婚呢,找一个怎样怎样,咱们已经说过了,凤姐当作三秒,是再开始她没问题,凤姐非常努力,非常执着,因为她发了一万多分传单,这个咱们说明她持家也没有问题,另外 凤姐从个小地方来,她就说是啊,父母家里就贴一百块钱,剩下来的缺口,凤姐全部自己补,这时候为什么,这些都是良好的传统啊,我们撇开凤姐的脸不惨,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对方变有三变,有一个这么这样的一个女的,有这么些的优点,告诉你一下,到过来来终点,只怕你娶了,回家也来不及吧,那么对方问,你怎么可以,因为对方的,我们的凤姐掌上,就一干打死呢,请问对方不要,实际上美女有多少呢,能为你娶回家又有多少呢,最终我们,而且说到底了,八十年后, 都是你谈灰,所以怎么能够用一个掌量,就否定了一个老婆呢,好,对方变有刚才三变四变,不停的谈安全的问题,一个人说,我们娶了凤蓉姐姐啊,回家之后,我会流逼血而死,应该说,一个八十年的小子在你怀里撒招了,出车祸,他们只看到了负面,想不去没有看到这么一样,正如在刚才冬变的时候所说的,一个胖子,他的好处,在夏天,谁体会不到,在冬天,特别是在那边断了暖气,断了电,断了水,抢着打扮,要拆你房子的东西, 那天,一个胖子呢,可以给你真正的温暖,而这个是凤姐所给予不良的,带着我们的芙蓉姐姐身体健康,因为胖子的身体相软也比受病更健康,这是全类机构给出的全类的予断,所以我们要说,取了芙蓉姐姐,少年不飞这儿了,冬天发五,芙蓉姐姐一个,并凤姐五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摘取芙蓉花,莫摘,莫摘,莫摘, 冬天一,对吧,没有,一直跟我们在谈,福龙姐姐历史,说我方言,就是不够凑巧,我仔细来跟你讲,我们说福龙姐姐她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福龙姐姐的偶像,她这辈子就喜欢过三个男人,全部是骂发人物,像都是金史中,站了两个,一个是阿顺,一个是子龙,第三个是挂蓝高手中,刘川峰,而且据说是大学之后才听说的,我先不说她是不是太奥子了,从来我的小弟三年级就看过了挂蓝高手,我们来看她择偶标准中,跟她描写的子龙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样 但是呢,细长的眼睛,性感的嘴唇,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长长的腿翘翘的臀,我想请问对方朋友,你们在做的打背当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如此符合漫画人物比例的身材,能够让福龙姐姐满意呢 对方朋友,漫画毕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按照福龙姐的标准,我还喜欢美少女战士,难道您就为了我天真了吗 那么,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好了,您说我们的凤姐,您说我们的凤姐比较有经济通道,还想找一个经济学的学士,但是我们看到了凤姐是什么样的呢 出社会人生积带,自己走路到医别人就聘,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凤姐的经济通道的表现吗 对方朋友,这恰恰说明了凤姐的淡念,请问对方的枪一带走各位,也看过凤姐的视频,凤姐在场上被人骂,凤姐在底下被人吓,那是为什么,那是我不了解她 是吧,但是我可以看凤姐的外表,凤姐被人一带以后,很淡定地说了一句,可能她是被我拒绝的 请问对方朋友,如此淡定表现,泰山背一墙不乱,这样的女士,你去哪里找 对方朋友,一定不知道,福龙姐在某地演出的时候,像黄花烂熊之后,她非常的高兴,跟台下来说 你们有点吃鲜的事了呀,这样的心理素质,是凤姐可以相比的吗 对方便,还是来谈谈您刚刚提到的经济的问题吧 我们知道我们的凤姐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什么 我要经济,我要征服上海这个经济中心,那如果您试想一下,您要征服了凤姐 您岂不是征服了一个征服了经济中心的女人吗 这样的男人谁不想当呢 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想富甲一方吗,你们想事业有成吗 选择好媳妇,选择罗玉凤 刚刚正方二边那句话,说来说去啊,说要想征服凤姐,我看现在是凤姐征服了你啊 对方便,咱们别管凤姐征服了我,还是我征服了凤姐 我和凤姐在一起的,她是个好老婆,我就很开心 何必管谁征服了谁呢 对方便,难道你现在还应许手机,抱着一样男人征服女人,女人都不能当真男人吗 对方便,请,请把你的双手向我们家服务你的良心,请说一句 您娶凤姐,开心吗 对方便,你想告诉我,您服务这手,您的手服务良心的时候 您告诉我,您很想娶凤姐吗 虽然你是单身,男女朋友没有做点,但你也不能这么媚着良心 对方便,我来替我帮三面做一个简直的声音 做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们是有职业道理的 我们不能与我们的当时发生任何的感情关系 所以说,您不要烂恶我们是不是喜欢浮荣姐姐了 对方便,我之前我曾经跟您说过浮荣她虚伪,连自己的身材都不敢真实地承认 您不回答,那么我想问您在案情当中,如果不能卡成相待 您如何继续这段婚姻 就算您感情天长,您单方面承认可以 那么福龙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我天生立志,出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总会有男人被我勾引 这样的女人放在家里,睡在您身边,您能安心吗 对方便,我说到真实和虚伪 我们看谁更真实,谁更虚伪 凤姐的介绍台网上说,上海高温的人 我看你这么伫 Qua 走